香港人的奋斗性实在很强 所以就算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 但是我对香港人还是充满信心的 我相信香港人很强 我是对香港未来以及大湾区未来是充满信心的 我很相信香港人的能力 刚才我们说的狮子三下的精神 我相信香港人的能力 这个台风要来的时间也要去的时候了吧 让这个台风过去之后 东方追逐就更明亮了吧 现在在社会里面集聚的能量是非常大的 这个能量呢要是我们能够引导好 疏导好 往好的方面好 这个就像社会长远来说是很有力的 其实我们这个国家对我们很关心 这个越南大湾区其实就是让香港更好的发展这个记忆 整个我们这个跑到深圳 这些年轻人就会看他们这些精神面貌 就感觉到哎呀这个国家这个发展一定最好 我们是一个全世界都羡慕的法治社会 我们又有祖国大陆背靠着这个火车头在发展 我们应该真的是要好好地把握这个记忆 过了这样多年差不多20年了 我是充满信心的 假如你问我怎么样 我说我们一过两次 一直会走下去 而且会越走越好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